怎么说这老烟鬼啊 自打得了虎子之后啊 是乐呵多了 没事就带着上山转悠 只是这虎子呀 明儿起的响亮 胆子呢 却是有些小 这树丛里啊 窜出一只兔子来啊 也能把他吓得 躲在老烟鬼的身后 瞅你那玩多这样 还上前面嘚嗦不 一个兔子就把你吓屁了 不过这样也好啊 遇到危险不往前凑 能保得平安呢 反正也不指望他呀 打猎用就图个乐呵 而看他又怂又凶的样子呀 就好笑啊 别整那马后炮了 快走吧 这天呢 老烟鬼啊 正带着虎子寻山 红丫头是气喘吁吁的 就追了上来 爹 怎么了 有人找你帮忙 这红丫头说呀 家里有人找他 还挺急 老烟鬼就跟着红丫头回了家 屋里呢 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的 手上还打着绷带 家里出了事 金人指点 找到了老烟鬼这儿 您就是一二爷吧 啊 你是 我是红旗镇的 家里出了腻事 求您来给婆婆 你先说说啥事吧 哎 我爹半个月前去世了 然后 这老烟鬼呀 就问他啥事 这人说呀 他姓李 叫李厚啊 有个哥哥叫李忠 半个月前呢 他爸去这儿了 在老人死后的这半个月呢 家里就没消停 先是他哥去要账 遇上了马车毛了 把这腿呢 给压折了 李厚呢 跟朋友在饭店中吃饭 呼啦啦就进来一群人呢 不由分说 就是一顿揍啊 把他胳膊都给打折了 这任谁都觉得不正常啊 这才找到老烟鬼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些人 你说这找谁惹谁了 是个倒霉的 听完李厚讲的呀 老烟鬼犹豫了一下 你这事能不能办 我还得找人问问 老白在不 这家的事不太好管哪 为啥呀 你自己不也觉出来了吗 他没说实话 知道是啥事不 他老子做的缺德事 祸及了后代 而这李家呀 是糟了把我赢 这事呢得从死掉的李中平说起 这李中平呢 以前是一村之长 村里来了很多下乡青年 由他安排住处和分工干活 其中一个叫做吴娟的呀 他格外照顾 原因就是他垂涎这吴娟的美色呀 并且找机会欺负了吴娟 这个李中平呢 平时是人磨人仰的 实则是个人面兽心的混蛋 在欺负了吴娟之后啊 心满意足的扬长而去 而吴娟第二天没有按时上工 有同伴去吵他呀 却发现他寻了短见 把自己吊死在了房梁上 而李中平却颠倒黑白 说是吴娟是受不了苦 又回不了城里呀 向生活低了头 这件事呢 就被他欺瞒过去了 老烟鬼一听 这老李家可不是什么好人啊 这种人就该遭报应 照你说 这事咱们还是别管了 他们兄弟两个为人还不错 放着不管 必死无疑啊 那咱不是还得管吗 你这样 最后啊 这老白就趴在耳朵上 给这老烟鬼出了主意 李后 我问你啊 你爸死了后 发生了啥奇怪的事没有啊 奇怪的事 啊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一件 这一问啊 李后还真就想起一件事了 那是他爸下葬后的第三天 村里一个王姓的长辈在找的 跟他说了一件事 这个王叔啊 晚上贪黑回家 路过李后家的坟底 看见一个人 抡着稿头啊 在刨他爸的坟 我上前阻止 结果喝了太多呀 脚步啊 摔了个大跟头 等他爬起来 再往这坟底看了之后 就没人了 这李后他爸的坟呢 也好好地在那 他对寻死 是不是自己酒喝多了 喝花眼了 就回了家 可第二天醒来 这怎么想也不对劲啊 这才到着李后家来说一声 李后叫上他哥李中 两个人是直奔着坟底 等到了地方一看 再松了一口劲 坟底好好的呀 这新书呀 王叔看样是喝多了 眼花 这事要想知道真假 那就得把他爸的坟给挖开呀 会不会真的有人挖过我爸的坟啊 动没动过 挖开看看就知道了 挖 挖坟 你爸的坟呢 八成是被人动了手脚 挖不挖呀 你们自己定 那我得回去跟我哥商量一下 嗯 越快越好 还有件事啊 挖坟这件事 你要大张旗鼓 让越多人知道越好 这关乎到性命的事 再不肖那也得干呢 老李家有挖坟的事 弄的是人尽皆知啊 全都去干热闹 李中李后 来到了父亲坟前 磕了几个头啊 叫来了帮忙的开始动手挖坟 他们那被挖坟呢 老爷鬼这也没闲着 你们几个盯紧了 而他呀 安排了小凤在树上 大熊在树后 红丫头呢 混在了人群里观察洞里 干活的几个小伙子也麻利 没用多长时间 就把这棺材给挖出来 开棺 嘎吱一声 棺材被撬开之后啊 所有人都吃惊不小 这他妈谁干的 什么呢 我来说 他先去找你 我来说 我去找你